最后暖一些 还是老地点 在原来的餐厅破棉 座位依旧跑床边 偶尔想起自己的从前 那是重要的事就一件 是陪在你身边 我明白 命运会不停更迭 多想未知的冒险 时光如远 只想要陪你经历一切 爱转写故事的改篇 向我走来的少年 时光如我的愿 让你成为我依靠的钱 我能给你吃飞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好久不見了 是 喂 我听着呢 你说 你在哪儿啊 我 我现在在深圳旁边的 一个小招待所 你说深圳干嘛呀 我买了个货车 现在在跑长头货运 那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我还以为你 欠了房在跑路了呢 我不是跑路 我是跑车 我这一路上 有好多盘山公路 山里边可能信号不好 那个我打的时候 那会儿也许我正在山里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说不准 还得等回去的货 但是应该差不多就这两天吧 怎么了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你可以在电话里说 但是如果是急事的话 你告诉我 我找人帮我处理 处理什么呀 找不到你我都担心死了 郑城屋 你别跟我装啥 你说 你是不是不想见我了 咱们不是在商场见过吗 就上次 上次 就算是我上次修电脑骗您 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记仇这么久 牧子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我的想法 我不聪明 我是笨口拉 你给我解释 你刚管就不说你想的呀 老婆 你帮我进去好不好 你帮我 我现在换个地方 马上打给你 我给你解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得欠 好 您的电话请证费 请您聚焦电话 请您聚焦电话 老板 麻烦问一下 哪儿有卖充值卡的呀 出门右转 走到底有个小卖部 你看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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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给我来一张一百块钱的充值卡 好嘞 好 来 这 喂 我自己充好了 我刚好给你充值呢 哎 我给你打过去吧 你给我打的话是长途加漫游 这样不划算 没事 我刚收了货款 好吧 哎 我现在在你家呢 新房里 你算我东西了 啊 翻成乱七八糟的 看到什么了 好多东西 还有我的东西 我 我 我就是想留个纪念 没别的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 你有什么纪念呀 也没分手 你是我男朋友 我不放在心里放哪儿啊 我现在说得好听 就是一个搞长途货运的 说得饱听 我就是一卡车司机 我跑一趟活要跑好多个省 我一个月在家还待不了几天 那我呢 我说好听的是年纪 说不好听点就是个小会计 跟着老板全国跑 在家住的日子 还是半夜两三点下班 比你还惨 不是 你已经参加工作了 怎么还跟学生时代一样走倔 谁说的 就是改了不少了呢 那以前呀 早四十日了 快起来 装货了 被人点了去了 一晚上没动 着什么急啊 明天再说 你说明天再说 就明天再说啊 说了今天装就今天装 你赶紧的起来别磨叽啊 装完以后早点回家 这床也太硬了 我要再跟你出来一次 我都不信了喊你 我说你就不累啊 体力这么好 行 算你喊算你体力好 好 水怎么这么冷 大哥 五十块钱一晚上 别挑了行吗 等会儿 你给我出来 你别用我压刷 用自己的 谁用病啊 我找半天没找着啊 这给你用 没在里边啊 行 你在这儿 我什么时候拿出来呢 你昨天不是收了七千块钱吗 我等回去的时候找好点地儿住 不就住一晚上吗 哪儿都差不多 什么叫不差 差多了 我告诉你啊 生活 要讲究品质 我跟你说啊 韩东 你现在就有三分钟时间洗漱了啊 顶多给你五分钟 还有你的吃的别在这儿吃了 来不及了 上车上吃吧 对啊 不对啊 我嘴好像一天晚上都没回来睡 哪儿浪去了没带上我 打电话了 打了一晚上 一晚上啊 你打了挺多球友 充了三百 全都没了 三百 这儿要问你行吗 我这么多天陪你吃陪你睡 你就花五十块钱给我住这客地儿 跟人打了电话就发三百 快送这些友了你 你告诉你这儿没朋友啊 哎 忘记 我该让你去看看 你去吧 给你 你去吧